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美国首席传染病学专家Anthony Farge警告 Delta变种病例在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当中 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两个美国 一个是大多数人打了疫苗的美国 一个是因为接种率偏低 导致病例激增的美国 美国有些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很高 但是有些地区的接种率却超低 这样的巨大差距 让它对美国的疫情感到非常游行 Forge说接种率偏低的地区 一旦出现具有高度传染力的变种病毒 就可能爆发严重疫情 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 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人竞速接种疫苗 降低感染和罹患重症的风险 美国疫情趋缓 但是如果不小心 疫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赌城Las Vegas危机四伏 因为疫情沉寂了一年多的赌城 游客再度涌入 赌博收入创新高 著名的自助餐厅重新开放 夜总会的舞池挤满了人潮 副总统贺锦丽还特地造访赌城 庆祝赌城重开 但是在此同时 内华达州的疫情正在默默死灰复燃中 新增确诊病例发生率全国最高 当地的住院人数不断攀升 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入侵 成为内华达州最流行的病毒 Las Vegas在6月全面重开 取消了大多数的企业限制 许多赌场 度假村 获准恢复百分之百的客容量 赌城的游客人数 虽然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高点 但是赌城的造访人次 已经连续四个月 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加 现在想恢复防疫限制 执行戴口罩令几乎是不可能了 赌城客人即使不戴口罩 赌场的员工也不会要求任何人 提供完成疫苗接种的证据 每个在赌场的人都忘了 美国还在和新冠疫情对抗中 过去两周 内华达州每10万人当中 就有190个新的确诊病例 发生率高于密苏里 阿肯瑟和娃欧明州 新增病例都发生在 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地区 内华达州12岁以上人口 有4成5接种疫苗 远低于全国水平 专家说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更多人接种疫苗 感谢收看 下次见